evolving 欢迎各位来到台北市图书馆大同分馆 我们其实办的活动很多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希望你们多多注意 大同分馆办的活动 那今天的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全球暖化 然後氣候變遷的環保意識大家都已經抬頭了 那我們今天的話最主要是針對節能減碳這個議題 那希望我們今天邀請到的講者 能夠先告訴我們如何的節約能源 那到底我們身邊有哪些能源 如何能夠善用這些能源呢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講者是 中心院綠色經濟中心的分析師 唐韻淳 唐老師 那我們現在就以瑞瑞掌聲歡迎他 好 等一下在那個你們就是仔細聽 那我們現場我們有準備幾份禮物可以送給大家 那首先這個的話這個價值大概兩百塊 這是用環保材質做的 就是那種有機的玉米來做的 那所以等一下你們就是踴躍的發問 或是老師提問題的話 這些東西都可以送給你們 那我們現在就以時間就給我們的講師 謝謝 好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過來 然後就像剛才那個翔軒說的一樣 今天外面天氣很好 大家沒有去外面玩然後來這邊聽 那我剛才那個館長已經介紹過 我姓唐 我叫唐玉淳 那目前我是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工作 那我所服務的部門叫做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那就像名字一樣 其實我們雖然研究經濟 但是其實我們比較聚焦的是在跟環境有關的一些經濟議題 或者是說怎麼樣能夠讓環境跟經濟相結合 能夠相平衡 那是我們這個團隊主要研究的這個課題 那今天呢 我們 我帶來 各位帶來的這個演講是 我自己就 取了一個名字叫做Evolution 能源進化史 那主要是希望就是我們可能大家常常在身邊 聽到很多很多能源的議題 那有人說這個好有人說那個不好 那其實我自己也在想說 到底我們生活中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需求 就是能源使用的需求 那到底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從一個歷史的觀點角度來看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子走到現在的一個能源使用的情況呢 那所以我希望我們通常講說溫固執行嘛 所以我就希望說能夠呢 就是從一個歷史的角度 我們先從很早很早以前來看 看過去的能源使用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未來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去發展我們能源的使用 能夠把能源用得更好 那同時呢我們的生活能夠更舒適更便利 那這是我今天的這個主要講這個題目的目的 那當然為了讓大家覺得有點 就是返老還童的感覺呢 我們就取了一個副標示 希望能夠了解你身邊的能源小精靈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 就是我們在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很方便的使用商 比如說我們有電話啦有電視啦 這些非常方便的這些器具 其實它的背後都是有能源的這個使用在support我們 所以對我來說能源就很像是在魔法世界裡面的精靈一樣 或者是一個魔法 那如果沒有了這個魔法的話 我們很多的事情 現在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都沒有辦法達成 那到底這些能源的小精靈在哪裡呢 其實大家可以先想想看 剛才我們已經有一點提示了對不對 我們有電話啦 然後大家現在很多人都使用手機對不對 然後有電視機啦 然後或者是什麼我們 我們有開車或者是騎車來的時候 是不是都需要一個額外的這個力量來幫助我們 並不是我們自己就可以達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今天身上 是不是有攜帶一個能源小精靈來幫助我們呢 比如說可能已經很少有人在使用火柴對不對 以前可能常常我們拜拜啦 或者現在是拜拜啦 以前可能就煮個飯啊什麼 或者是在外面烤肉我們會用到火柴 然後或者是打火機 如果說有那個有大哥們 還有在抽煙的可能就需要打火機 那還有各式各樣的這個電氣用品 可能攜帶式的都會需要電池 那還有就是現在這個 我們常常會使用的這個行動電源 其實這些呢都是我們隨身 會攜帶的一些就是能源的這個儲存的器具 那我們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能夠提供我們魔法的這個小精靈 如果沒有它們的話呢 我們就算空有電話空有這些設備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使用它們對不對 那麼它怎麼一直回去 好那大家也可以再想想看說 在我們的這個一天當中到底有多少的機會 我們會需要使用到各式各樣的能源 那還有就是如果沒有這些能源的話 我們的生活會不會變得一團糟 那比如說早上起來可能怎麼樣 大家要刷牙洗臉 那我們的水是從哪邊來的 其實是有這個有這個機械有Pump 把它打到我們的房子裡面來 那提供給我們使用 那如果說呢這個天還沒有完全亮 我們是不是需要燈 然後照照鏡子看看我們這個有沒有梳洗乾淨 那接下來呢如果說要上班或者是上學 我們可能會搭乘捷運或者是自己開車 那除非你是比如說走路啦 或者是騎腳踏車 不然的話呢其實這些交通工具 也都是需要各式各樣的能源來驅動 大家看到其實背後有這個小精靈在幫我們 推動這些設備 那接下來呢肚子餓了 還沒有進辦公室前要吃個早餐對不對 水煎包看起來不錯 那水煎包是怎麼來的呢 如果沒有瓦斯的話 再怎麼厲害 他也沒有辦法端出香噴噴的這個早餐 給我們來吃 那接下來呢我們去到辦公室 在學校 還有甚至晚上走在街頭的時候 是不是都需要電力來點亮這個燈 燈具然後照明我們 讓我們更安全 然後閱讀的時候更清晰 那最後回到家 大家放鬆看看電視啊上上網啊 還有玩什麼電腦遊戲對不對 那這些呢是不是都需要電力來支持 所以其實呢我們的生活 一直到你睡覺前 把你的小夜燈關掉之前 我們都會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能源 那這些如果沒有 沒有這些能源小精靈幫我們的話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但是其實很久很久以前的人 是沒有這些能源小精靈的幫忙 那他們過著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對不對 那其實呢從最早最早 我們看到書裡面有講說 那人跟一般的動物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有的人說那人會講話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語言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看到有一些動物啊 鳥啊或者是小狗 他們其實有他們自己溝通的方法對不對 所以語言並不是人類所獨有的一個 跟人家不一樣 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人類最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地方呢 其實是我們會使用能源 從我們開始開始人類開始發現 閃電打雷然後打中了這個樹木 然後出現了火之後 那大部分的動物都覺得 這是危險的東西都跑走了 那只有人跑過來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還挺有趣的 好像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可以使用的地方 那這個就使得人跟其他的動物 開始漸漸的不一樣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的故事 其實他講的也是人類到底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學會使用火的 其實在希臘神話裡面呢 這個普羅米修斯 他是一個好心人 他是一個這個 他是一個應該是一個好心的神 那他呢在這個河邊 用泥土把人做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他的可愛的女朋友 智慧女神雅典娜呢 就來找他說 這個人看起來 這個小泥人看起來好可愛喔 那我給他一點智慧吧 那所以人呢就開始有了智慧跟靈性 那普羅米修斯呢就覺得 開始覺得事情有趣了 那他可能就教人 怎麼講話啦 然後怎麼算算數啦 怎麼樣農耕 但是呢其實他覺得 人類一直有一個非常非常需要的東西 那也就是什麼 就是火 如果有了火之後呢 他覺得我所創造的人 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但是這個火在誰那邊呢 那個火在這個宇宙的這個天王 宙斯那邊 那所以他必須要去跟宙斯講 去跟他協商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火送給我最喜歡的人類 那當然宙斯呢 可是因為呢這個普羅米修斯 可能他跟這個宙斯之間 處得不是很好 所以宙斯就拒絕了 就說我不會給你這個好東西的 那所以呢這個普羅米修斯就想說 我該怎麼辦呢 那他就呢偷偷的拿了一束這個 人家講說是茴香草 然後就慢慢的經過這個 有一個火的這個車子旁邊 那這個茴香草呢 就悄悄的被點燃了 然後這時候普羅米修斯就趕快 跑跑跑跑跑跑到人類這邊 把這個火種送給了人類 所以人類還是取得了這個火 那當然呢這個宙斯非常非常的生氣 想說你怎麼可以把這麼好的好東西 給這個人類呢 氣死我了 所以就把他關在山上 那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故事 其實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去看希臘的神話 那我講到這裡的原因是因為 從希臘神話裡面就可以發現 其實古代的人自己就覺得說 其實用火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對人類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學會怎麼樣保有火 怎麼樣使用火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如果在這個現實的歷史裡面 到底人是什麼時候開始學會使用火的呢 其實大概在西元前150萬年前到70萬年前的時候呢 考古學家發現在那個時候 就有就是在這個人類活動的這個遺跡裡面 就出現了火種或者是灰燼 所以這就證明了呢 大概人類從150萬年前到70萬年前 這一之間呢就發現了火的存在 而且嘗試要去使用它 那像剛才講的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呢 人是怎麼樣是憑運氣就是有閃電打到這個樹木啦 那樹木著火了 所以人就趕快把它這個保存起來使用 然後小心翼翼的希望它不要熄滅 那熄了就慘了 因為人也不知道怎麼樣去重新起這個火 但是呢慢慢的到了這個70萬年前左右的時候呢 開始就是考古學家發現呢 人開始有一些火種的這個遺跡 那表示說人可以有這個自行把火這個起起來的能力 那就表示說呢 這個東西已經是我們的工具 收到我們的袋子裡面了 這個小精靈已經收到我們袋子裡面 可以讓我們隨意的這個使用 所以那當然呢 大家越用會越厲害嘛 那一開始可能我們就是拿這個樹枝啦 什麼來燒 如果大家有去野外烤肉就知道 樹枝其實一般樹上面樹枝是不太容易燒的嘛 枯枝可能還比較容易燒 也比較乾一點 那還會起煙 那所以呢到了西元2000年 這個中國人就開始燒炭 啊不是 就是說呢我們就開始發現 其實也有一些這個天然的這個煤炭 那它就是這個樹木呢 在地底下面經過高溫高壓 去除了水分跟雜質之後呢 成為一個比較濃縮比較好燒的一個燃料 那所以呢 那中國人就發現 這個黑不隆東的東西還挺好燒的 而且燒起來可以燒比較久 那所以呢 中國人就開始使用它 作為這個烹調跟取暖 那等一會我們還會提到 其實中國人還蠻厲害的 我們都就是還蠻就是領先大家的啦 我們在這個大概西元元年左右的時候 也就是漢朝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 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石油 那這裡面它可以提煉出一個物質 拿來點燈 也還挺好用的 那不過呢 中國人通常就是做到一半 到做到這裡就為止了 那這個故事會繼續往下面演 那大家就是耐心一點聽我講完 這樣子 那所以呢 大概人類用火的起源就出現到這裡 那當然呢我們還是繼續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是繼續的使用火 或者是燃燒這樣子 像比如說我們要煮個飯開個瓦斯爐 也還是再繼續使用這個火 但是呢 光是使用這個火 可能它只有什麼燃燒 或者是烹調 然後取暖跟照明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隨著人 人類呢 他開始使用火 大家聚居起來有農耕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習性了以後呢 其實人開始需要更多更多的這個力量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扛一個很重的東西 再怎麼樣厲害的大力士能夠扛多少 20公斤30公斤就結束了嘛 有時候今世世界紀錄有那個大力士 可以什麼拉動一台巴士 但是畢竟那個是很少很少的人 大部分的人力量都沒有這麼大 那怎麼辦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更多更多的這個力氣啊 不單只是晚上可以就是可以照明 或者是可以烹調等等 那所以呢在大概6000年前 人類就把這個腦筋動到了其他的動物身上 我們看到有很多馬在草原上面奔跑 在烏克蘭那邊的人 那他就想說 這傢伙能不能來幫幫我呢 所以他們就開始學習怎麼巡化這一些動物 那比如說像巡化這些馬 然後成為這個幫我們負重啦 或者是能夠載我們去長途旅行的一個這個動物 那當然也有像中國我們也有用牛去跟坐對不對 如果人拉不動的時候 牛感覺上好像力氣比我們大一些 所以呢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多一點 那但是這個馬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匹馬的力量有多大 一馬力 一馬力 對對對 不是馬力兄弟的馬力 就是一匹馬力 那我們來想辦法把它這個數量化 因為其實呢在過去的時候呢 這個科學家也在想說我到底怎麼樣去量化這個力量 怎麼樣去比較人的力量跟馬的力量啊 或者是後來我們發明出很多這個設備的這個力量 所以呢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再提到他的一位叫做瓦特的先生呢 他呢就 他就有一天他就想說我該怎麼樣去定量呢 他就去跟這個旁邊的農家說 欸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匹你最帥最力氣最好的 最大的最年輕的一個馬 然後那個農家就借給他了 那接下來呢他就用這個馬呢去去拉動一個非常重的東西 那拉了一段時間拉了一分鐘之後呢 然後讓他上升到一定的這一個一定的這個距離 那就算出來說喔原來這一匹馬呢 他如果持續的這個做工一分鐘的話呢 他可以達到他可以把這個很重的石頭呢提升一英尺 那所以呢就算出來說欸這個所以這個力量呢 這個力量的單位一個功率的單位就叫做一匹馬力 就是一馬力那當然呢因為紀念這個瓦特嘛 所以這個瓦特呢就他就說欸好那這個一馬力呢 就等於735個我那當然沒有啦 其實馬的力量跟人的力量不會差到這麼多 那只是這是一個科學家的這個定量 那大家想一瓦特在今天的這個生活裡面到底算是多大呢 大家可以看到吹風機大家有沒有想到馬那麼大隻 可是其實吹風機這麼小隻 沒錯其實呢如果你在家裡 你把家裡吹風機拿起來看 這還是我認真去找 就是說我們的吹風機呢其實一隻就是700瓦特左右 到甚至到1900 你現在想看那種負離子還1900多瓦特 那也就是說這個馬呢 史托華拉還沒有辦法什麼轉動你的一個吹風機 那當然吹風機我們只開一個十分鐘是還好啦 那吸塵器怎麼辦呢 這個也是我很努力去找就是小台的吸塵器 大概是700瓦左右 如果你要Dyson的話 可能你這個家裡樓下要有個馬舊 有沒有更多更多的馬來幫你推動這個吸塵器的力量 哇真是了不起 那好啦如果說呢這個吹吹頭髮這個吸塵器 你覺得這待在家裡有點悶 那我們出去兜兜風好不好 我們來開一台車 大家覺得一台車要多少馬來拉動呢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 這是一台這個Toyota Corolla 什麼Oltis 這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台車 那我們來猜一下好了 那有沒有人有辦法猜到我們最接近底價 而不超過底價 我寫了一個數字在上面 那我相信不會太離譜 那所以呢 大家來猜 這一台車大概是多少馬力 那我們送這個 館方很慷慨給我們一個小餐具 一百多 一百多多多少 自己猜 自己猜 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好 一百零三喔 這位弟弟猜一百零三喔 他快要拿到了 有沒有人要跟他競爭 好 這位大哥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 因為今天我們的遊戲是接近底價 不超過底價 所以其實這有一點運氣成分在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非常的合理 好來 後面還有個妹妹 我們今天等一下還有別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take三個 來妹妹你猜一下好了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是不是 好我們出現競爭者 一百零五 一百零三跟一百四十 我昨天打的時候我沒有想太多 我只是大概上網去查一下而已 所以呢我們現在這個答案要揭曉 那今天最幸運的這個答題的這個 聽眾朋友呢是 我們的小妹妹一百二十馬力 對 對他是最接近底價而不超過底價 好我們來謝謝他 好謝謝 好 沒有關係我們等一會兒 還有嘛大家看到還有這個禮物 或是等下我們再凹館長再給我們一個禮物這樣 好 那好所以一台車呢大概是等於一百二十匹的馬力 哇 那如果說呢現在我們買一台車是不是只要一個車庫來放 那結果呢 你如果是養馬來拉你的車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需要一個什麼牧場 你不是只有一個馬舅 你需要一個牧場來養 這麼多的馬才能拉動你的一台這個TOYOTA的車子 而且呢怎麼樣我們的馬拉一拉之後是不是會累 對不對 再怎麼努力最後的到晚上的時候大家還是要睡覺嘛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動物的力量雖然比人類大 那我們也可以養更多的動物來幫我們 但是其實呢這個動物的量還是有限 而且他的這個在使用上面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那怎麼辦呢其實人是一直想要努力這個解決更多的問題 然後就出現更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解決它嘛對不對 好那所以沒關係呢 大自然裡面還有更多更多的資源可以讓我們來使用 大家想想看除了馬牛之外 大自然裡面還有哪些東西可以讓我們 好這個答出興趣來了 沒關係好來弟弟你要說 大自然裡面還有哪些這個能源可以讓我們使用 太陽對不對 可是你答得太快一點了 等一下再送你禮物 他跳太快怎麼辦 我們這個演講要兩個小時 他已經講到最後第100分鐘的東西了怎麼辦 這樣我有點害怕 然後好沒關係 那我們繼續往下面講 那大自然裡面有哪些小精靈呢 這個古代的人可能沒有這位弟弟那麼聰明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去河邊洗衣服 怎麼挑水的時候就想說 這個水流來流去 那是不是呢 有辦法我們來用這個水來幫我們做一點事情 對不對 反正他也沒別事幹嘛對不對 那好 所以在大概西元200年左右的時候呢 歐洲人就想到 我是不是可以放一個這個轉輪在這邊 讓這個輪子轉動 那帶動了這個轉輪之後呢 這個裡面其實這個房子裡面就有很多的齒輪 那能夠轉動這個石墨 那我們把這個收成的麥子放在裡面呢 那這個石墨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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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磨出了麵粉 所以呢這個 這個員工很好嘛 他24小時不停歇不停的這個在流動的 所以就呢這個磨模仿的主人 只要把這個麥子放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去睡覺 隔天這個麵粉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這麼 吃後倒下薄嘛 大家就互相講說 這個方法還不賴 所以一直演進到12世紀初呢 其實在比如說在法國的境內 就有兩萬個以上這種的水車 那大家一起來利用這個河流流動的力量 來磨這個更多的麵粉 那當時也有人估算說 這樣這麼多的這個水車呢 其實相當於50萬名這個勞工的力量 那當然就50萬名人就失業了 其實不是的 因為在12世紀初的時候 人還沒有這麼多 那當時這個光是一個巴黎 這個城市裡面的人呢 大概也只有5萬人左右 所以你10個巴黎的人都在磨這個麵粉 還是不夠對不對 我們就是兩萬個水車來幫大家磨這個麵粉 然後來做麵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一旦你開始利用這個大自然力量的時候 其實大自然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可以使用 那當然呢在這個另外一個地方呢 波斯人他也不甘示弱 但他們那邊就沒有什麼水嘛 所以就有點悲情了 但沒有關係 他們的風很大 那所以在西元1000年前左右的時候 波斯人就開始利用這個風力 他們也是要磨麵粉 那沒關係 他們就建了這個風車 大家看這風車好像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風車 有一點點不一樣對不對 想說要怎麼轉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風車呢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 現在其實還是有的 叫做束軸式的一個風車 也就是說他這個 中間這個軸呢是一個固定的軸 那接下來旁邊這個旋轉的地方呢 是他的這個葉片 所以如果呢從裡面來看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風推動了其中的一個葉片的時候呢 這個風車就會開始轉動 那他當然也會帶動下面的這個墨房 開始幫這個波斯人來磨麵粉 那當然呢大家現在看到 可能大家比較心中會想到的風車是長這樣 這是在這個西班牙 可能他們其實他們也還蠻奇妙的 但因為風車跟風車之間最好有一點距離 如果耗太近的話呢會互相影響嘛 所以只好呢大家就住遠一點 免得互相干擾對不對 免得吵架 那荷蘭人呢他們也自己蓋了自己的風車 那當然他們的目的主要是為了 因為荷蘭是一個很低洼的地方嘛 那他們呢常會這個低洼的地方就會進水 所以他們呢就是 這是他們最早期的這個抽水機的動力來源 就是這些風車 所以也是二十四小時要轉 你想想看如果是馬到時候晚上你睡 睡到一半的時候馬也累了 他也不幫你拉了 早上起來的時候兩個人都已經漂到外海去了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風車是比較好用的這個能源的來源 那當然除了這個幫忙我們做工之外 這個風跟水來幫我們做生產的工作之外呢 大家也想說 那我們這個交通 比如說你一個人出海去划船 那划一划到後來都很累 也沒有力氣怎麼捕魚了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在大概西元前3900年的時候 埃及人就想到說 那這個風感覺這個力量還挺大的 那是不是風能夠來幫我們划船呢 所以他們也開始利用這個風帆 就是把這個等於是把一塊布這樣子掛下來 那形成了這個對風形成了一個阻力 那同時也推動了這個船的前進 成為這個帆船的前身 那當然慢慢的演進一直到15世紀 從一片布呢變成非常多片的布上面還做了很多的海盜 開始出現了大型的帆船 那這麼大的帆船大家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我們單憑人的力量去划這個船 那比如說我要去這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那可是我們只有人可以划 那會怎麼樣 哥哥划完弟弟划對不對 弟弟划完爸爸划 那爸爸划完三個人都累壞了 就停在那邊 然後接下來呢又哥哥划 又有弟弟划又爸爸划 那划了這個半天呢可能呢 就是船上面呢東西都吃光光了呢 我們這才划到一半而已 那可是如果有這個風來幫忙推的話呢 風大了我們把帆什麼 升起來大家就可以休息嘛 坐在海上看風光 那我們又跑得很快 所以呢這個大型帆船的出現 其實也相好改變了這個大家的這個生活 怎麼說呢 其實它促成了這個航海時代的開戰 因為大家發現我們架著這個帆船 可以去好遠好遠的地方 我們可以跨過這個到海的另外一邊 以前我們都看了半天想說那裡有什麼 那現在我們的船可以跑這麼遠 然後我們有力量可以跑這麼遠 那我們就去看看 像比如說哥倫布啦 或者是中國和中國的這個這個政河 他們都是搭著這種大型的帆船 去到各國去遊歷 去做這個經商還有貿易 所以呢其實這個風力的運用 運用在這個帆船上面呢 其實它也改變了人類的這個貿易 還有文化跟後來的一些殖民的這個歷史 所以到這裡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說其實能源的使用呢 不但讓我們變得跟一般的動物不太一樣 但是它同時也什麼 我們使用了這個火 我們跟別的動物不一樣 但是同時這一些使用能源的習慣 它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也改變了我們的這個文化跟經濟 那不過呢剛剛想著我們每次 我們也是很就會拿一些事情來煩我們自己 就覺得說我們還是不滿足 有這些東西可以用了 是不是應該很開心 可是我們還是不開心 想到半夜還是醒過來想說 可是啊像剛剛講說 雖然覺得風呢跟這個水 好像它風會一直吹過來 然後水又會一直流動 但是有時候呢風還是會停嘛 像台灣夏天的時候熱要死就沒有風對不對 然後冬天冷得要死 還夠一直推東北氣風 他們呢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孔明來借東風的話呢 那我們就只好隨它來去 只有孔明它可以控制 可是孔明它現在又不在嘛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這個 人類沒有辦法來控制這個風跟水的這個力量 你要它on的時候它可能off 那你要它off的時候它可能又on 所以呢人類又想說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力量可以借 好 那所以呢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教導這個 或者是說我們要去發現這個能源小精靈 他有沒有新的把戲可以來玩 那好 大家看到這個 有沒有人會吹口哨 大家會吹口哨 喔 好 讚 送你一個 沒有辦法 好 那大家就是如果試著吹口哨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你還是要 你要付出一個力量 你要把氣吹出去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吹口哨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推力 對不對 所以古代的人呢他們 我們剛剛講說他們不是在煮水嗎 在烹調 然後在這個加熱食物的時候 他們發現如果我拿來煮水 我要它快一點開的時候 我是把它壓一個蓋子 可是等到它快要開的時候呢 迫不及待的要跑出來 就開始有一個開蓋的力量 那現在我們當然用這個力量幹嘛 來提醒我們水開了嘛 所以這個吹口哨的力量呢 其實在燒開水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它拿來做一個提示營 那但是只是小小一壺開水 當然它力量不是很夠 如果說有很大一個超大一壺的開水 在開了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那個吹口哨的力量 有多麼的大 所以呢 當這個大家想到這麼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到了這個西元1712年 有一個人叫做紐克門 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算是一個早期的工程師 那大家現在可能想到這些引擎增技 都不會想到他 所以我們今天趕快來提出他 其實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是最早設計出這個大型的 我們叫他在英文翻譯裡面叫做熱機 就是利用熱來推動機系的一個人 那他跟一個小工程師小技工一起合作呢 蓋出了這個紐克門引擎 那早期這個紐克門引擎 是拿來幹嘛用的呢 其實他也是拿來抽水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人已經開始 大家已經 尤其是英國開始使用很多的煤炭 那但是礦坑裡面你一直挖 通常都會積水嘛 那這樣子的話會讓礦工的這個工作 礦工工作其實已經夠這個辛苦了 那如果再加上很多積水的話 實在是很不能工作 有時候被水淹 那所以呢這個紐克門引擎 他就是拿來什麼 把礦坑裡面的集水給抽出來的一個設備 那當然他還是可以做 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有 可以用嗎 喔好我們有 喔好那我大概稍微解釋一下好了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 康布浪當黑麻麻的東西 不知道他怎麼用 那主要呢其實這個地方是有一個燒水的這個設備 那這個熱水呢燒開了以後呢其實就會被什麼 蒸氣就會跑出來 我們剛剛講蒸氣的推力很強對不對 所以蒸氣很強推力推出來之後就壓 下面這裡有一個叫做 大家如果說對車比較喜愛 他就知道是活塞 就是他把一個東西往下壓了 那是不是像做敲敲板一樣這邊就抬起來了 所以就是然後接下來呢 他在這個管子這邊另外一邊是進的是冷水 那接下來呢如果冷水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 這個蒸氣就立刻 塑污就倒縮回變成水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這個地方又會翹起來 這個地方又會翹起來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又壓下去了 所以在這個一升一降的這個力氣呢 就把這個礦殼裡面的水給打起來了 這個就是這個引擎的基本的這個原理 那好那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非常多的這個 那個構建非常多的這個罐子 那其實早期的這個這一種引擎呢 它的效率並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你可能這個邊加熱已經要燒很多煤了 那你要挖出更多的煤 是不是一邊來燒然後一邊來這個生產 所以呢所以後來呢很多就是很多的工程師一起一起的來改善 那比如說像剛才有提到的這個瓦特先生 其實他呢就是想到什麼 這個紐克門呢他想說 我先用這個熱氣把它往下推了之後呢 然後再灌冷水進去讓它這個讓它冷卻 然後再讓它翹起來 那瓦特就想說其實本來這個蒸氣自己就會冷卻有沒有 所以其實呢不需要這個程序 所以他就改善了這個程序之後呢 就出就出現了更什麼更有效率的這個蒸氣機引擎 那越來越多這個有效率的蒸氣機引擎出現了之後呢 除了這個幫礦坑這個把水打出來之外呢 其實這個蒸氣機引擎也開始被用在什麼火車上面 大家比較常每次想到蒸氣機可能我們就想到火車頭嘛 所以其實是在瓦特把這個引擎改善了以後呢 就出現了這個對不起 就出現了這個運輸交通運輸的這個工具 就是火車那火車當然你蓋了鐵道 開始有鐵道的出現 開始有火車的出現 那人類的生活在這個時候呢 又出現了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就是什麼呢 現在好像不一定每個人身上都有帶 我身上也沒有帶 大家可不可以猜猜看火車的出現 影響了人類生活的什麼 什麼樣一件事情 小朋友現在精神很好 好 那好 那我們 你再接再厲嗎 你要告訴我們火車出現影響我們什麼 就是時間 就是我們那個就是譬如說一次做一個交通工具 過去要一小時之後做了火車要半小時 所以就是節省了時間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們就請這位妹妹來幫我們演講好 我覺得她講得很不錯 好 沒有好 那那個我們再送這個小美一個獎品 可是因為你呢已經拿過了這個餐具了 所以我們送你一個這個資料夾好不好 好 好 來謝謝你 你是我們這個忠實的粉絲 那所以下一次翔選就可以找她演講 這樣子 對 沒問題 好 那這樣子喔 其實剛才這個妹妹提到的時間 其實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說呢 這樣子的一個交通工具的確節省了這個 我們在貨運或者是在這個旅行上面的時間 但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跟時間有關的 就是搭火車要準時 對不對 以前呢可能大家這在約時間的時候就說 欸那個 那個翔選啊我們就約明天早上來吃個早餐好了 那翔選呢就早上八點坐在這個餐館裡面等等等 就到了這個十點半之後呢 這個啊啊上台三三來吃 反正我說早上嘛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等到火車這樣子的東西發明了以後 那火車開車是不是要準點 那翔選說欸那個明天早上九點火車要開 對不對 早上九點火車不等人就開了 那如果我十點半來的時候呢 就是什麼明日請早嘛沒有火車了 所以其實呢火車的出現 它呢三號也改變了人類的一些生活習慣 就是我們要變得更準時 那大家可能更多人會去攜帶手錶 會去看時鐘 會去注意說欸時間過去了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好所以呢在1830年呢這個有一個火車頭呢 首次呢把這個整個車廂從這個 利物浦運到曼特斯特 都是在英國發生的這個事情 那所以人們也變得變成要更熟實了 那當然另外呢其實這個蒸汽機除了拿來運輸之外 它也被拿來生產 尤其是在英國的這個紡織業 所以在同樣差不多的年代呢 其實全英國已經有什麼 800萬台的這個蒸汽機 來驅動這個紡砂的設備 那剛剛想到這個想到法國呢 的2萬台水車 就已經取代了20萬的這個 50萬的這個勞工 那當然這些800萬的這個蒸汽機 大家可以想像就有更多 提供更多更多的勞力 那可以製造更多更多的布皮 跟這個衣服給大家來這個使用 哇這邊有寫說提供33000匹的馬力 哇那這個馬就要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不用我們這個工廠還有蒸汽機就可以了 那當然蒸汽機呢 除了在這個被用在當火車 就是路上的運輸之外 有海上的運輸 那在這個也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呢 其實就開始有蒸汽船的出現 那當然像剛才講的帆船的出現呢 就已經讓什麼哥倫布這個環遊世界 哇開心不得了對不對 那當然呢從這個有蒸汽船開始之後呢 因為這個力氣更加的可靠 越風有時候還是會有什麼沒有風的 沒有風的時候嘛 所以哥倫布還是走走停停的 有時候在跟這個船上跟水手在那裡哭 想說哎呀什麼時候才能夠再啟動我的船 但是有了蒸汽船之後 你只要燒這個煤啊 它就會啟動了 所以呢這個整個旅程變得更什麼 更確認了之後開始有這個 開始有旅客 這個固定的旅客搭出海不是冒險了 我是個旅客 因為我確定什麼20天之後就會到達對岸 所以在這個1830年到1914年之間呢 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旅客或者是移民 開始往返這個新舊大陸之間 所以有上億的這個移民就出現了 那當然呢剛才有講到說 像這樣子蒸汽機的出現 等於是我們就講說這個時期是什麼 是這個工業革命的時期 那邁向了工業化之後呢 其實對於這個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剛才講的時間啦 或者是經濟力的成長 那這邊提一個數字給大家參考 就其實在這個工業革命之前 大概18世紀左右的時候呢 全球這個經濟生產最最高 產值最高的三個國家 好那我們還有個禮物嘛 好大家來猜 反正有三個國家嘛 隨便猜不用錢對不對 好那 好 小弟弟你要再接再厲對不對 好 德國 你確定嗎你要再猜一次嗎 再給你一個機會 法國 法國嗎 德國跟法國 還有沒有人要猜 喔後面有一個競爭者 另外一位小弟弟 好 英國 英國好 大家怎麼都這麼喜歡去歐洲 可是我如果跟你們講不是 你們會不會神氣 會不會哭會不會打我 好 沒關係 那 其實呢在這個 在這段期間裡面呢 這是 蘇二 蘇二 出現新角色了 蘇二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可是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出現 但是書裡面寫的不是我寫的 對 這是書裡面寫的不是我寫的 所以就不要 不要責怪我 如果跟你們答案不一樣的話 其實呢 當時這個 這個全球這個產值最高的三個區域呢 就是 歐盟 歐洲國家 所以大家都猜對了 怎麼辦 你們要猜拳 來分禮物嗎 好然後再來一個國家是什麼 中國 然後還有一個國家 誰說印度 誰說印度 怎麼辦 怎麼辦 你猜對 那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跟你講好了 好 我們都把時間讓給大家講 沒錯 就是最 最多這個生產產值的呢 三個國家就是 這個 這個也可以送嗎 所以凡是這裡的東西都可以送嗎 那我把這個收起來 好 那因為 猜對的關係 那你們兩個要學禮物 那我就送你一支筆好不好 這是筆嗎 對好 然後 好 乖 好 好 那所以呢 其實 這個 你等會還有會有任何用電腦放聲響的東西嗎 等一會我 可以放影片 但是 不過我們今天好像還蠻 我一直用 他現在有個電腦的答案 我想把 好那你先把關掉好了 好 沒關係 好 因為電 你看電腦也很想要答這個答案 因為他也想要禮物 所以我們都把它 shut up 不要讓他講 我們大家自己分就好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工業革命之前 這個生產產值最高的是這個歐 歐盟國家 然後印度跟中國這三個區域 那他們大概瓜分了全球70%左右的這個生產的產值 東西都是從他們生產出來的 那但是到了工業革命過了以後呢 這個歐洲跟美國 開始怎麼樣 開始有蒸汽機的使用 那他們剛講他們的這個 蒸汽機呢 可以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勞工 所以呢 全球的產值在19世紀的時候來了一個大翻盤 那麼這個歐洲呢 其實他佔了60%左右的這個產值 因為主要的這個工業革命發生在什麼 英國嘛 那美國呢 大概20%左右 中國剩下多少 7% 那麼印度呢 就很可憐的剩下2% 那其他全世界的其他地方呢 就掛分剩下的1%左右 所以這個差別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才發現說 喔原來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歐美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現在講說他的科技領先 或他有非常多的錢 可能在這個 在這個階段呢 其實造成了非常大的這個不同 那大家也可以看出 光是一個能源的使用 一個機械設備的發明 可能在那個年代就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轉變跟不同 好 那接下來呢 大家剛剛講的 英國是一個產媒國家 所以他發生了這個 他是工業革命的起源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是什麼時候從這個煤炭轉變到石油的使用呢 我們是什麼時候發現 還有一個更好更好的這個黑金可以使用呢 好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那但是呢 有一件很吊詭的事情 大家現在是不是都覺得 就是使用煤炭跟使用這個石油 對環境是不好的 如果這樣覺得輕舉手 覺得我們不該燒這麼多的這個煤炭跟石油 因為他對環境會有負面的影響 好沒關係 那大家大概都知道原因嘛 因為比如說空氣污熱來啦 因為這個溫室效應等等對不對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說 其實一開始呢 人們開始使用石油的時候 是覺得他對環境生態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才用他喔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其實呢 那在更早些照明 剛才我們講到說 人類發明了火對不對 還有這個什麼宋朝的人 發現了其實從石油裡面可以提煉出 煤油對不對 來這個作為照明之用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人 當時呢 他們都是使用這個蠟燭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照明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什麼 植物或者是動物的油脂 來提煉出這個油 那油是不是放到冰箱裡面 就會結塊對不對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那當然他如果說呢 加一些這個提煉的這個物質 可以讓他變成呢 在常溫下也是這個一塊的這個蠟燭 那但是呢 在燒這個蠟燭的時候 其實大家如果 現在大家通常都不會晚上 點這個蠟燭 開始在旁邊讀書嘛對不對 通常點蠟燭都是什麼 祝你生日快樂對不對 那如果說大家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過過生日嘛 大家生日蛋糕上都有插過蠟燭嘛 通常什麼插好蠟燭對不對 趕快在這個點蠟燭之後 立刻把這個燈熄掉 因為蠟燭一下下就會什麼 就會沒有掉嘛對不對 然後那當你有沒有覺得說 我點了這麼多蠟燭 因為年紀也蠻多 就點很多蠟燭之後呢 然後把這個燈一關之後 大家會不會覺得就一片黑暗 其實我們都看不到彼此 你也不太知道是誰 唱了這個生日快樂歌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古代人是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還要讀書寫功課有沒有 上網沒有啦沒有上網對不對 就是他還要在這個 昏暗的這個情況之下面 來做他的事情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的照明 是很不穩定的 對不起 那麼所以呢 有人就發現 有一個這個抹香精 就是一個很大隻的鯨魚 他身上有非常多的油 就跟我們一樣嘛 就很多油這樣 但他的油呢 比我們的油好很多 因為他的油呢 拿來燒的時候呢 是沒有這麼多煙 而且這個火光 跟這個亮度是很穩定的 所以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魚 但是呢這個抹香精 所以大家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他的油吧 那可是怎麼辦呢 那全世界呢 大家就開始瘋狂的 追這個抹香精 把他抓起來 然後把他的油拿出來使用 那而且在那個時候 剛好什麼英國 也是工業革命的時候嘛 大家都開始什麼要求說 我們晚上要不要有個路燈啊 對不對 這是法國 要不要有個路燈 晚上要看煙的時候 比較清楚 不然那個歐密嗎 我自己手都看錯了 對不對 把阿嬤帶回家 結果以為是煙 所以呢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說 我們要買很多的抹香精的油 尤其是美國人呢 他們就組成捕鯨隊 到處在海上找這個鯨魚 想說 我們還有沒有鯨魚 還有沒有鯨魚 所以抹香精就很可憐 就一直被殺掉 然後就是躲 都躲沒地方嘛 因為大家一直追 然後他一直躲 而且那時候大家又有帆船 又有蒸汽船 對不對 那就是一直跑 然後鯨魚就快累死了 然後還是沒辦法就被抓起來 那結果這個時候呢 就有人出現說 哎好我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憐抹香精我來救你 那 就有人發現 其實我們把這個煤炭 拿來再提煉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一種就是煤氣 那這個煤氣其實也可以拿來點燈 不過這個煤氣呢 它也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它的這個 運送成本很高 因為它是氣體嘛 大家就運這個瓦斯器 大家想那個 運瓦斯的那個 那個大哥 有沒有扛一個瓦斯鋼品 那以前當然沒有這種東西啦 就是要靠這個管線來運輸 那可能當時這個氣體壓縮的這個技術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等於是沒有什麼效率 而且呢 這個提煉出來的煤氣 它是屬於一種有毒的氣體 而且可能不太穩定容易爆炸 因為當時的技術可能也沒有這麼好 所以呢 其實這個煤氣雖然被拿來使用了 然後來漸漸替代這個抹香精油 但是大家還是覺得好像沒有這麼好用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185幾年 1840年到1850年的時候 有人開始發現 其實啊 這個大家突然想到了這個 這個什麼漢朝人嗎 大家想到中國人 沒有啦 是這個加拿大人自己想出來的 就是說 其實有一種東西叫做石油 他們那時候就叫做什麼 石頭油 然後 他說這個油呢 其實它裡面有一種成分 應該可以拿來點燈 那因為他是一個 這個是加拿大一個化學家 那其實他是受到了一群這個商人的委託 說來進行一個研究 那結果就發現 的確如果說我們把這個石油拿來提煉 提煉一番的時候呢 可以提煉出這個煤油 它叫做煤油 然後這個煤油拿來點燈呢 其實跟這個抹香精的油也差不多 這個金魚真是感謝這個加拿大人 對不對 他全家都感謝這個加拿大人 其實他從此以後呢 就沒有人要去捕金魚 全部的美國人呢 都跑到這個 跑到鄉間 跑到這個荒野上面去挖石油了 所以大家就忙著去挖石油 就忘記了金魚的事情了 感謝 所以大家就發現 所以這個石油呢 就救了這個抹香精 所以是這個對環境 是不是對生態有了一些幫助 所以當時的人也覺得很happy 就覺得我們解決了一個生態的問題 只不過就是用這個一個黑色的這個油 好 那當然呢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說 後來呢 有一位叫做大家非常熟悉的 叫做愛迪生的愛先生 他發現了這個電力可以被我們拿來使用 那所以呢 在電力開始使用的一開始 我們也是拿來做這個照明 那這個電力的照明 是不是比燒煤油更棒 因為一定是完全沒有味道嘛 然後他也一定是 就有三號是穩定的一個光源 所以呢這個 當然這個時候呢 這個石油的廠商呢 就感到非常的這個惶恐 想說天啊我挖了這麼多油 然後要拿來這個給大家點燈 可是大家可能以後都只要點電燈 不要點煤油燈 那該怎麼辦 那沒關係 有另外一位大家應該也非常熟悉 有人可能還開著他怎麼做的 製作的汽車 就是福特的福先生 福先生呢 他也這個 他就當時他就製造出非常多 這個便宜的汽車 那這些汽車呢 都是這個燒汽油的 所以這個油商呢 就全部送了一口氣說 好那就不用體煉沒油了 我們來體煉汽油吧 那這個汽油拿來給這個汽車來使用 作為這個 這個汽車的這個燃料 那當然等一下我們會再講一下這個 艾先生的故事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汽油一開始被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是幹嘛 是拿來做照明 主要是 而且我們提煉出來是煤油 甚至呢 這提煉出來的東西 其實有分煤油 還有汽油 結果汽油這個東西 當時沒有人知道怎麼用 就把它什麼丟到一旁去 根本就沒人在用 結果等到後來的時候呢 沒有人要用煤油了 大家呢 想要的是汽油啊 以前這個什麼 拋棄掉的那些汽油呢 已經撿不回來了 什麼覆水難收 這個可是也沒辦法啦 那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科技不端的進步 然後大家的什麼價值跟想法 會一直一直的改變 那我們的生活 當然也因為這些能源使用的這些 不同的技術 來開始有一些改變 比如說像這個汽車 那如果在沒有汽車的年代 大家駕著馬車 那你可以去的地方啊 當然就有限 但是當你有了汽車之後呢 你可以去的地方就更多更多了 那甚至呢 其實在這個1900年左右呢 出現了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 有三樣東西 其實三樣東西呢 也是現在我們呢 常常會看到的 但是大家可能沒想到 其實這些東西呢 可能都是因為汽車 那我知道有人要舉手 那可是因為我也很想要獎品 所以這事情由我先講好了 那出現這三個東西呢 第一個東西就是加油站 因為有汽車的話 汽車雖然跑起來 哇這個在妹兜風很棒很棒 開開如果開到鄉間沒有油了 就很遜很遜嘛對不對 然後就自己推車 然後我們女朋友坐在上面說 推快一點推快一點 那就很遜了 所以加油站呢 就必須跟著大家的腳步 跟著道路一直不斷的去增設 那加油站當然也很想要什麼 招攬生意嘛對不對 你可能還有一些些油啊 你想說我要在這站停呢 還是在下一站停 所以加油站就設計出了一個 什麼東西叫做公路的地圖 尤其是在美國 因為美國公路很多嘛對不對 那可能走一走 怕你迷路很貼心 不是啦 他是要你來加油 順便索取這個公路的地圖 我呢公路地圖也變得這個非常 非常興盛 就是大家到處在加油站 都可以直接索取 那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大家可能 大家一定都聽過 但是問題是大家沒有想到 跟這個東西有關係的 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出國去玩 然後你說哎呀 我帶我的這個 最美最美的女朋友 要去吃一個最高級最高級的餐廳 我要在那裡跟他求婚 那你會想到的是 你要翻一本什麼書 對我聽到小小聲 有人要求婚嗎 對 好就是米其林 米其林餐廳指南 米其林餐廳指南 其實也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想要米其林 除了米其林餐廳指南 還有什麼米其林輪胎 坐輪胎的幹嘛 要去印這個餐廳指南 是不是很無聊 他是沒有事幹 不是 他想的事情非常的間接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那麼曲折 但是這是真的 就是他覺得說呢 如果大家能夠多去外面跑跑 去遠一點的地方 去上管子的話 那你的汽車的輪胎 是不是就會常常的去磨損 這個很曲折 米其林是個法國公司 法國人想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曲折 但是這是真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製作非常多的 餐廳指南 跟這個旅遊景點指南 當然旅遊景點指南 沒有這麼有名 是餐廳比較有名 因為可能法國人 他們覺得法國人比較愛吃 所以就比較相信這個餐廳 比較不相信景點 but anyways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其實汽車工業的產生 還有這個大家生活型 它的改變 就出現了非常非常多 我們身邊熟悉的東西 所以到底是我們去改變 去使用這個能源 還是能源改變了我們 然後蘇瑞就開始唱歌 所以我們要打下一張 不然我就要唱下去了 好 那再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故事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這個當然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是什麼呢 是煤礦跟石油的戰爭 也可以把它定義成是什麼 火車跟計程車的戰爭 想說天啊火車 計程車去撞火車 那當然是誰贏 當然是火車贏啊對不對 可是不好意思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是計程車贏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家想一開始打 先打人是誰 葛格爾他先打人 不是 第一次先打人的是德國 德國呢就說 這個 當然他也是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跟領土 所以他就到處去打別人 對不對 那他呢 打著打著他就打到了法國 他說好我要攻佔你這個 最漂亮的首都巴黎 就跑到巴黎的旁邊去了 那當時呢他就德國人做事都非常有計劃 非常的精確 非常的精實 所以他說 沒錯 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控制你的煤礦 再來我控制你的鐵路 好啦 那你現在呢 應該是沒有辦法再進來 再派兵來巴黎了吧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呢 巴黎的這個 法國的這個總司令呢 他就想說 算了那我們就放棄巴黎好了 這樣算了 我們鐵路都給人家控制住了 我們就先隱忍一下 那可是沒想到呢 這個巴黎的這個 住巴黎的這個陸軍司令就想說 孰可忍孰不可忍 對不對 那個雖然我的老闆說要放棄 但是巴黎是老子的地盤 我怎麼可以輸給這個德國老 對不對 所以呢他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他就叫他的阿兵哥 去打台灣大車隊 不是去街上攔計程車 這真的是很了不起 這個大概全世界也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 在那個時候 他就叫阿兵哥呢 全部的人去攔計程車 然後所有計程車都被軍隊徵用 就負責把他的兵 運到巴黎去守這個巴黎 從後方一直運到前線去守這個巴黎 那德軍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竟然有一群什麼打著車來的這個軍隊 在這個巴黎等著他們 看著看著覺得大事不妙 那所以呢後來這個德軍就放棄了進攻這個巴黎 所以呢計程車就成為什麼守護巴黎的這個最佳代言人嗎 最佳這個勇士長 那當然大家從此以後也記得這個火車對抗計程車的故事 那這個火車對抗計程車的故事給了其他人什麼啟示呢 這英國人也很妙 他就在那裡看一看 當然他也看了很多別的事情 他就發現了 如果說呢你如果一直依靠火車 大家剛剛講說其實火車很不賴嘛對不對 他就是靠這個蒸汽去帶動運輸 可以載很重的貨啊 所以其實然後他速度也很快啊 那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個軍隊的首領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的是出其不意 你想要的是我想出現在哪裡就出現在哪裡對不對 那所以火車那火車一定要走在鐵路上 那你鐵軌撲過去人家是不是就知道你要去那裡了對不對 所以就失去了這種雖然他也可以運很多東西 但是你失去了這種就是讓人出其不意的這個運動性 所以呢計程車的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這個小型的這個車輛 或者是機動的這個車輛才有辦法 增加這個軍隊的機動性 那所以英國人就開始建造坦克車 那當然因為你如果說他建造很多計程車的話也很妙啦 計程車真的有點太弱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什麼 等於是說有炮然後有這個鋼 有穿著鋼盔又有炮的計程車呢 其實就是坦克車嘛對不對 所以坦克車呢也在這個1917年左右 開始被這個製造出來使用 所以大家就那大家就知道所以汽油呢 就贏了這個煤炭 在軍事上面也是如此 那當然在大家生活上面也是這樣 那但是戰爭打完了以後呢 我們還是要過正常的日子嘛 大家又繼續回去翻米其林這個 米其林這個指南開始到處去玩 所以呢就是大家打完仗之後呢 開始過好日子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全球的這個車輛 尤其是在美國呢 就不斷不斷的增加 越來越多人買得起汽車 當然這裡的數字是50年以後的啦 因為之前可能註冊的這個 車輛沒有這個註冊的系統 所以比較少這個數字 但是也有這個數字顯示說 大概在汽車剛產生的這個1918 等一下 在1900年左右的時候呢 它大概是只有幾十萬輛而已 那到了這個十年之間 它就成長了大概一百倍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當然到現在1950年已經是兩億台 全球兩億台的汽車是註冊的 那到了這個目前為止的時候 已經到什麼已經上了十億以上 甚至以後 那大家想看其實全球只有幾十億人 所以你現在如果把所有的汽車 招到這個路上 然後大家共乘一下的時候 每個人好像都有車坐 非洲小朋友來坐我車這樣子 其實全球的人 應該每個人都有車可以坐 大家共乘一下都沒問題 不用再生產新的車 大家會被福特打死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店的故事 大家想說我們有了石油有了煤瓦 大家生活很舒適了 對不對 有汽車有米其林 其實不需要新的東西 但是人類就是覺得 我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東西 我想要生活更好 所以愛迪生愛先生呢 就是我們很喜歡的一個人 因為他發明了好多東西對不對 他發明了什麼燈泡 流生機 那他呢其實也是第一個這個 蓋出這個大型發電廠的人 那當然呢 像剛才講的什麼 紐克門啦 或者是瓦特啊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工程師 其實都是在背後 比如說像我們 可能大家有聽過法拉第 他發現了電跟磁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科學家 累積了很多這些科學的知識之後呢 其實愛迪生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實踐家 他把這些這些學術的這些研究成果 把他集合起來之後 發現說其實我們呢 可以蓋一個大型的這個 產生電的地方 然後再把這個電供給 需要電的地方 這樣不用每個人家裡都有這個發電機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蓋了一個 他就在這個華爾街的隔壁兩條街 叫做珍珠街的一個地方 蓋了全世界的第一座大型發電廠 然後這個電呢 當然一開始電也是就是先給有錢人用嘛 所以電又煌不浪噹地簽到了華爾街 那讓這些有錢的人來用 那當然這個這些華爾街的傢伙呢 也是全球第一個收到什麼電費帳單的人 因為愛迪生當然不會忘記跟大家收錢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這是電力的這個產生大概在1882年左右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電力跟這個 我有把這個答案先打出來 這電力跟其他我們剛剛講的用火啦 燒煤炭啊 石油啊 蠟燭啊 還有風跟水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電力它除了可以提供這個照明啊 或者是熱能跟運輸之外的功能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電力剛出現的時候 它是被用在通訊上面的 因為其實電力一開始被發現的時候 它的力量感覺是很微薄的 但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傳導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其實一開始呢 使用這個電力的人 是想把它拿來做通訊使用的 所以 其實在差不多電力發 只是在這個發電機產生之前呢 就有人怎麼 187幾年的時候呢 大概就有人開始發明這個 186幾年的時候 就有人發明了電報 就是大家看電影常會有嘛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網路也沒有了 什麼電話線也斷了 都被壞人切斷的時候有什麼 摩斯電嘛 哒哒哒哒哒哒哒對不對 那這就是呢一開始的時候 電被拿來使用 就是透過這個非常短暫的這些訊號呢 就可以傳遞很多的訊息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直到現在軍隊都還是必須要什麼 學習摩斯電嘛 對不對 跟點字其實有一點像 那接下來呢 1876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貝爾先生 他呢就發明了什麼電話 那好 我要問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這真的有答案的話 我也就非常的佩服這個人 因為我是看書才知道 大家一定要來看書 看書就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大家知道貝爾先生是全球第一個 發明電話的人 對不對 但是全球第一個 接聽到電話的人是誰 不是貝爾太太喔 但是這沒有什麼 這個婚外情的問題啦 對 大家可以猜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我給大家一個 大家只要講對名字就好 不用知道他是誰 因為反正他已經不在 不是很重要 那這個名字呢 他剛好是跟另外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偵探小說裡面的人有關係 但是這個偵探小說裡面有很多人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 隨便猜好 這位先生 那你一猜就對了 那其實 怎麼玩呢 對沒錯 其實呢 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非常棒的助手 一個助手就是福爾摩斯的這個助手 叫華生 那貝爾先生呢 很不幸的他的助手也叫華生 好所以這個環保餐具 就送給這位先生了 那 蛤 有人覺得有點難過耶 那怎麼辦呢 那大家會後自己解決 好不好 然後呢 大家想想看喔 這個 大家也沒辦法想想看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這個貝爾先生 他其實已經差不多把這個電話都叫得差不多了 只是還沒有測試而已 結果呢 他的助手就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搞 他自己是 可能在玩手機吧 還是什麼的 那結果貝爾先生呢 他就不好意思 不小心 他可能又太累 又很累很多事情 然後就打翻了一瓶這個酸 就是有強酸的這個液體 就見到他自己身上 那他就真的怎麼想說 哇這個很燙啊 就是強酸的東西有 不是有毒 有侵蝕性嘛 就很痛 所以很痛的時候他就拿起電話 就大喊說 華生快來救我啊 就華生在另外一頭還在玩手機 就欸 這竟然想了這個 他老闆的聲音竟然從耳邊響起來 他就嚇了鑰匙 想說發生什麼事 見鬼了 沒有 結果是電話呢 接通了 所以呢 這就是全世界的低通電話呢 他是有華生先生接起來的 內容就是華生救我 這樣子 好這個故事大家就 大家就記得一下就好 反正書裡面也有寫啦 大家如果說忘記可以來溫習一下 好 然後呢 當然就是從電話以後開始呢 那大家又還是不滿足嗎 就開始有傳真機啦 那接下來呢大家熟悉的這個 網路也出現了 甚至無線網路也出現了 但是呢如果沒有電的話 是不是這些東西都不work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電力呢 他跟其他的這個能源 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在於說呢 他的傳輸非常快 而且他具有這個 他可以 他等於是一個 升級版的小精靈 他還有這個幫大家 通訊的這個功能在裡面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其實 大家對於很多很多東西的需求 都大家剛剛看到 汽車成長也是這樣子 然後那其實用電的成長呢 在過去的這個30年呢 也成長了將近200倍 對不對 就是從本來只需要一度電的 現在都需要兩度電三度電 那我們不停的這個燃燒很多的煤 其實我們沒有忘記這一些能源對不對 我們在不停的燒煤啊 不停的燒石油啊 不停的燒所有 whatever可以燒的東西呢 來推動我們的這個蒸汽機來發電 然後把它傳給什麼 傳給我們家家戶戶 每一個人來使用 那但是世界上其實 我們想想看我們的生活 其實是非常的便利 然後我們也非常的幸福 因為這世界上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國家 還有很多的人 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 使用到電力的 還有很多比如說 我們最喜歡講非洲的小朋友 的確是這樣子 他們可能晚上要念書的時候 他們還是在什麼 在煮你生日快樂 沒有在這點蠟燭 拿來看書 那所以其實呢 當然這些國家也很努力 想要進步 他們也希望他們小朋友 可以有這個電燈 可以念書啊 所以呢 不但是我們自己 想要用越來越多的電 其實很多很多的國家 很多的地區 也都希望呢 能夠蓋新的電廠 所以這個線呢 幾乎只是會往上 不可能再往下 對不對 因為大家看到別人有 我也會想要啊 所以呢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今天我們的這個 十一柱形 全部都需要這些 能源小精靈來幫我們 那我們看到說 從最早先我們燒樹木 樹枝對不對 後來我們看到 有這些木炭啦 或者是煤炭可以燒 再來我們發現了石油 最後我們 什麼開始使用電力 所以呢 這些十一柱形都是 怎麼有很多小精靈 在後面幫著我們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呢 我們現在生活 也不會這麼的舒適 這麼的方便 那當然呢 我們每天還要過日子嘛 所以呢 我們每天不停的 召喚初心的小精靈 今天挖一桶 明天挖兩桶 但是挖完了以後 我們做的是什麼事情 這小精靈出來了 我來幫你了 噗 燒掉了 變成灰 那是不是燒完了時候 它就變成什麼 紋式氣體 飛了然後跟一些灰氣 那一直有 我們一直不斷的這個 把他們召喚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 這些能源小精靈 是可以無窮無止盡的 一直被叫出來的嗎 其實並不是 對不對 有些石油啦 或者是煤 它可能都會在什麼 在幾十年之間被使用完 那接下來 我們該怎麼辦呢 那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為燃燒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它會產生非常多的煙霧 對不對 這些煙霧可能 裡面還有非常多的灰燼 或者是雜質 這些呢 都是空氣污染的來源 還有什麼我們講 之前常常提到 可能現在大家又忘記 我們再提出來就是 比如說像酸雨 為什麼會有酸雨的出現 其實也是呢 燃燒這些煤炭裡面 它會排放出二氧化硫 那這個物質呢 它在這個天空中 跟雨水融合之後 就會成為什麼 其實是成為西式的硫酸 那所以呢 我們的雨水就變成酸性的 那所以這些也都是 什麼我們 因為想要使用這些能源 所以造成了這些污染 那還到我們自己 有沒有在這個採礦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廢氣 我們也是把它燒掉 那接下來呢 我們開採了很多石油 對不對 像我們在陸地上面 可能也會開採石油 我們在海洋中也會有油擠 那在開採的過程中 可能其實很多事情 都不是這麼的完美完整 所以說呢 比如說運油的這個運油的油輪 可能會什麼發生事故 那這些油就什麼 跑到了這個海洋上面 造成了各種的污染 那事實上在這個採取石油的過程中 你就想像嘛 比如說我去買一個什麼珍珠奶茶 對不對 買一杯700CC的什麼55塊嗎 什麼半糖去冰嗎 那我磚油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拿一根這個吸管 這樣嘟下去是不是油就跑出來 對不對 那你買珍珠奶茶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已經買很多珍珠奶茶 技巧都很好嘛 就Hold了小心這樣 然後有那個珍珠奶茶 就什麼不會跑出來 可是今天呢 如果一個不打好什麼手 不小心滑了一下 或是擠了一下 我在嘟下去的這個同時 珍珠奶茶是不是就什麼 噴出來 對不對 噴得你滿山都是 柴油也是一樣啊 那如果這個柴油的技巧很好 它這樣嘟下去的時候 小心翼翼可能 就是沒有半點浪費 也不會這個流到外面去 但是今天不小心來個地震 或者是一個不打好啪一聲 它的珍珠奶茶是不是 就是它的汽油就流出來 就跑到海洋裡面 造成了這些污染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在海洋裡面有非常多 因為採油 運油所造成的這些污染 那當然剛剛講到 什麼空氣污染造成的是什麼 就是口罩的流行 那大家已經開始把它變成 什麼流行配件的一部分嘛 反正出門一定要戴對不對 所以乾脆讓自己美一點 漂亮一點 哇還來個自拍 警察備備也要戴口罩 運動也要戴口罩 對不對 已經變成這個標準配備了 所以其實 我們一邊在享受這些能源 但是其實它造成的後果 我們也是要承擔 但是我們到底 需不需要承擔這樣子的後果 大家可以再想想看 那當然呢 剛才講到的 如果說溫室氣體的這些 溫室效應不停的產生的時候呢 可能會造成 就是氣候的變形 其實我們現在大家 多少都會感覺到說 每一年的天氣變得怪怪的 今年特別冷 明年什麼特別熱 然後有時候會有極大極大的雨 然後有些地方呢 出現一些異常的這個狀況 比如說有旱災啦 或者是東京今年出的大雪等等 都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想像的狀況 就是說有可能像上次那個 什麼紐約來的一個大颶風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一天 有可能這個紐約 被一個大雨來了以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個排水會變成有這個 會變成有這個水災 那當然大家很熟悉的這個北極熊 它現在在北極也是很悲情嘛 因為這個冰山不停的融化 冰塊一直融化 它快有沒有地方可以佔了對不對 所以這些呢當然就是 我們大家可以合理推測說 這些其實跟我們一直在 這製造溫室氣體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當然這邊看到的是這個核能 剛才前面我們可能沒有講到 核能是怎麼樣被發現出來 但是基本上呢 一開始它就是最早被使用 是一個軍事的用途 那但是大家後來科學家 還是希望能夠讓它呢 為人類來服務 所以核能算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小精靈 但是不幸的是說呢 它這個它平常看起來好像非常的無害 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了事故的時候 像這個是承諾比的一個事故 發生的狀況 那大家當然會造成很多人不幸的傷亡 那直到現在這個附近還是有一些 這個還是有這些遺跡 大家都不敢回去了 所以就是這個承諾比變成一個廢城 在這個附近 狂匪 那當然另外就像我們講的一樣 不管是石油啦 煤啊或者甚至核能的原料 都有可能被用完 那用完的那一天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好那如果有一天 這些小精靈都用光了 再也沒有 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什麼 又回到slide第一章 我們又開始重新講 開始重新講一遍 糟糕 有點那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從頭再講一遍嘛 對不對 大家已經記得了 剛剛都回答問題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呢 沒錯 果然我們又要什麼 回到slide第一章嗎 因為如果說那些可以燒的東西都燒完了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能源的話怎麼辦 去飯箱倒櫃一下 找找看我們之前認識的舊朋友 他能不能再來回頭來幫我們 對不對 剛才這個小朋友已經講了 就是 其實來自太陽的這個能源小精靈 他是願意再繼續幫我們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回到slide第一章 可是一開始看起來好像有點不一樣 有沒有 剛才的農村已經變成了什麼大水壩 沒錯 其實呢 人們使用的這個能源裡面 有一些呢 是不會這麼快就被耗盡的 然後他產生的污染相對也比較少的 比如說水力 那當然 水力發電呢 他主要是利用這個 就是水的高低差 剛才我們已經講過嘛 推動水車 然後就可以什麼 當時是來磨磨麵粉而已 但是現在我們的技術已經不一樣啦 我們可以拿什麼 這些轉動的能力來發電 然後讓他有更多更多的用途 所以現在雖然他是我們的舊朋友 但是我們有新方法來使用他 他有新技能來貢獻服務我們 所以呢我們就出現了水力發電的這個 水力發電的這種用途 那當然呢 早期我們蓋這些水力發電的這些水壩的時候呢 我們都想要蓋的很大 因為我們想要他發很多的電 那這樣子的水壩蓋出來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就是他可能會讓這個 上游的這個水庫淹沒了非常多的植物動物 他們都失去了家園 甚至像比如說三峽大壩在中國 他讓很多人也失去了他們的家 其實那樣子就是很大規模的興建 這種大型的發電廠 也不見得是非常非常環保的行為 所以現在呢我們大家鼓勵的是這一種 鄉村有一個小小的河流 又回到什麼磨坊的時代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的設備效率比較高了 他可以發電他可以什麼 我們可以從裡面就是 雖然他只有小小的這個段差 我們還是可以得到足夠的能源來使用 所以出現了穿流式的水力發電的這一種發電方法 那再來風能 大家看到了波斯人回來了 而且波斯人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沒錯 就是束軸式的風力發電機 還是可以被拿來使用的對不對 而且他什麼更流線造型 從復古風變成什麼極簡風對不對 那這個是束軸式的風力發電機 當然大家可能如果在台灣的西邊的海岸會看到很多 就像這種像電風扇一樣 就是橫軸式的風力發電機 那之前有一個那個 我們在解釋這風力發電的時候 有一個當地的民眾講的很妙 他說這就是電風扇 只是電風扇是什麼 插這個電 然後讓它轉 它是什麼 轉來發電 所以就是倒過來 沒錯 它的發電方法就是 完全就是電風扇倒過來 大家可以想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 除了在這個陸地上面 來插這個風力發電機之外 如果你在這個外海 大家如果去海邊 就發現海邊的風很大 那當然海上的風更大 如果大家又去出海的話 那就會去捕這個鮪魚 或者是金魚的時候 就會發現海上的風就更大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風力發電裡面 我們有陸上的風力發電 也有什麼 海上的這個離岸風力發電 那還有呢 其實風的力量 除了就是它吹動我們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之外 其實它也吹動了海面 所以呢 其實在海上面呢是有波浪 對不對 是有波浪的產生 其實波浪它也是一個能量的這個形式 所以也有國外的科學家想辦法 是不是能夠 建這個超大的香腸 把這個能量吸收起來 然後再來發電 給我們來使用 那另外呢 像比如說 比較 比較類似風力的是什麼 是這個洋流 有些洋流它是固定的 在這個 在這個季節 或者是持續的在這裡流動 那我們下面也是裝一個電風扇 倒過來來吸取這個洋流的這個能量 那當然還有大家比較熟悉的潮汐 潮來潮往對不對 如果這個水它會在這裡 橫向的流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吸收它的能量來發電 那另外呢 大家比較熟悉的太陽光電 或者是太陽熱能 其實也是一種什麼會源源不絕的 只要太陽在的話 它就會存在的一個這個能源的形式 那當然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是太陽光電嘛 就連我們現在就連計算機上面都會有一塊太陽能板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電池的問題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方便 那現在呢 其實太陽熱能過去 可能有人家裡 有沒有人家裡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 沒有 好吧 本來我想說要送個禮物的 但是結果沒有 好沒關係 大家 就是通常可能是南部的朋友 家裡太陽比較大的 可以裝太陽能熱水器 那但是呢 除了這個小型家用的這個太陽熱能的使用方法之外呢 其實還有現在國外這個 還有大型的太陽熱能的發電廠 它的這個裝置的這個成長速度 甚至超過了我們大家熟悉的這個太陽光電的設備 那當然如果說大家呢 沒有辦法在家裡的屋裡裝個太陽能板 來利用這個太陽能的話呢 大家也不要太悲傷 那只要記得呢 如果今天太陽很好 像現在這樣子有點來不及 但沒關係明天試試看 把你的棉被跟衣服拿出去曬 不要用紅衣機 也是一種使用太陽能跟太陽熱能的方法 好 那接下來呢是地熱 大家可能有去洗過溫泉嗎 其實溫泉就是地熱的一種形式 也就是呢 這個水在地上 在地底下面呢 接觸到了一些這個火山活動的這個熱能 然後再噴發出來 就成了這個地熱的一種應用 那當然如果我們是什麼 我們非常的想要用更多的地底能量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就不只是什麼 在那裡挖一個溫泉 然後在那裡泡澡而已了 這些大型的地熱場呢 其實它呢是主動的把這個水打到地底下去 接近到這個可能有地熱的這個位置之後呢 讓這個加熱的水能夠跑上來 然後來推動這個渦輪機 然後來轉動發電 所以這是大型的這個地熱場 現在很多國家呢 也是積極的在使用這個地熱能 那我們沒有辦法蓋這個大型的地熱場 也沒有關係 其實呢地底還有一個 它除了在某些地方有這個火山活動 所以它地底特別的熱之外呢 其實一般的這個地底 而且沒有很深 沒有很深很淺的地方 大概就是地底B1 B2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它是有一個恆溫的這個功能 也就是我們說其實地下室 我們現在就是在地下室嘛 somehow有一點冬暖夏涼的這個功能 那所以呢其實有一些人的房子 它會裝什麼呢 我們現在其實有一些廠商也就是 大家上網早都會有 就叫做地緣熱棒 那這個熱棒呢 其實它就是可以 你把你家 如果你覺得家裡很熱 然後你把你家裡的熱空氣 打到地底下去呢 地底在夏天是涼的 所以呢它就會把你的空 把你的這個空氣變涼了 變涼之後呢再打回你家裡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家裡呢就會跟地底一樣 這個冬暖夏涼 所以呢其實地 除了使用地熱之外呢 其實你可以利用地底下的這個恆溫 然後讓你的家呢也變得什麼 冬暖夏涼 來節省這個空調的費用 那最後我們講到的是這個什麼 生殖能 其實生殖能說穿了最早些呢 其實就是把樹長出來 然後我們把木材燒掉對不對 它就形成了一個什麼碳的循環 就是食物在生長的時候 它雖然會 它會吸碳 那雖然我們燒的時候會排碳 但是等到如果新的樹長出來的時候 它又會什麼 重新把這個碳吸回去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個這個溫室氣體 或是我們說二氧化碳的這個循環 而且呢這個樹它是不是會一直長出來 只要我們不要這個 只要我們好好的愛護它 那這個森林呢它可以是永續經營的 所以呢磁吸生殖能 它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可以永續經營的一種 能源的形式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要更有效率的來使用的話 可能光種樹然後砍來燒 可能不是那麼有效率 所以現在呢我們不但是 我們有可能會把這個 我們生產用的這個廢棄的木頭 木屑也拿來燒 或者是把一些這個廢棄物 看能不能也拿來燒來轉換這個能量之外呢 那當然也有人開始有什麼玉米 或者是棕櫚油或者是麻蜂樹 拿來做這個生殖酒精 或者是生殖柴油 然後成為這個另外一種這個有序的生殖的能量 那甚至也有科學家現在呢 開始在運用這個藻類 像大家可能看到那個海裡面有海藻 就很像那個海帶有沒有海帶湯海帶拿來吃這樣子 那其實這些有一些海藻呢 甚至經過這個科學家的研究 它可以成長速度很快 那它在成長 因為植物成長的時候 形光合作用是不是都會吸二氧化碳 那它長得很快的時候 是不是也很快的吸很多二氧化碳 所以它也同時有這個 就是等於是吸收溫室氣體的能力 那等到呢這個 這個綠藻濃湯煮好了以後呢 那科學家可以再把它拿來提煉 那這裡面呢也是有油或者是有 可以這個產生燃燒可以產生熱量的這個成分 所以呢其實現在這個綠藻也是一個這個 或者是藻類也是一個生殖能 大家在努力開發的一個生殖能的一個來源 那希望能夠藉由這樣子 深深不洗的這個燃料呢 可以解決這個燃料以後會匱乏的問題 甚至同時解決溫室氣體的問題 但是呢又希望能夠不要影響到什麼 糧食的生產 像之前如果這個玉米全部都會被 都被拿去做生殖酒精的話 我就會很悲傷 因為我本人也很喜歡吃玉米 如果玉米沒得吃的話 也會很難過嘛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這個生殖能 雖然可以就是被使用 然後但是問題是希望它不要 影響到這個糧食的問題 好那剛剛講了這麼多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舊朋友找回來 希望這些舊朋友可以幫我們解決能源的問題 或者是幫助我們永遠有能源可以用 但是我們回想起來說 那當時我們為什麼遠離了這些舊朋友呢 在末房的時代我們使用了它 在風車跟帆船的時代我們使用了它 為什麼後來我們就忘記它呢 就去擁抱這個蒸汽機呢 其實有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這些風或者是這個水 它呢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嘛 因為孔明先生已經不在了嘛 我們沒有辦法隨時召喚他們出來 那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自己想辦法了 我們把舊朋友找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樣 好好的來使用他們 然後能夠避免說 那沒有風沒有水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電可以用呢 那我們要靠的就是 我們要新 我們要找出來的就是 怎麼樣儲存這些能量 怎麼樣更有效的傳輸這些能量 怎麼樣供給這些能量 儲存呢就是比如說 白天的時候有太陽 那我們發了很多電 那如果我們能夠呢 把它存起來 那晚上你要打電動玩具 上網的時候就有可以用 因為晚上沒有太陽嘛 對不對 那另外呢如果說 這個有風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有可能 就是把這個風的能量儲存起來 在沒有風的時候使用 那另外剛才我們也講到啦 有些地方風很大 比如說海邊風很大 但是因為風太大了 所以大家不喜歡住在海邊對不對 那所以我在那裡發了那麼多電也沒有用啊 那我希望呢在這裡發了這個電之後呢 我要把它什麼傳到需要電的地方 所以呢 傳輸的這個設備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我要蓋什麼有效率的這個 這個書店的網路等等 那再來呢是供給這一方 像剛才我們講的什麼加油站 對不對 如果沒有加油站之後呢大家要推車了 所以供給的點也是很重要的 像現在呢很多人在推這個電動車 那希望電動車呢 因為電動車它沒有燃燒的這個 沒有燃燒產能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它可能對於這個 道路的這個空氣污染可以降低 那可是同樣的 那我們就必須要把什麼 就必須要把充電站給建好 這樣子還能夠讓這些 這些大家可以更方便的來使用這些能源 好 那最後呢 我看到已經 已經三點半 大家也非常的這個疲倦了 可是我必須一定要為各位介紹 這個隱藏版的小精靈 好 大家開始在想他是誰對不對 我也開始在想 因為我有點忘記接下來我要講什麼 好沒關係 那 我再給大家一個hint 然後這是今天 好我們還有禮物嘛 這是我們今天 不知道倒數第幾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要問大家 大家覺得這個小精靈是誰 但是我現在呢 先把他的背影給大家看一下 好有沒有人想到 這位小精靈是誰 竟然沒有人舉手 好這個我們下一位講者又舉手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麥克風再遞給他 好來 是電燈開關 是電燈開關嗎 對他是電燈開關 可是他只是他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他不是 我們不是在講電燈開關本身 但是電燈開關會被使用到 就是在我們在講到這位小精靈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電燈開關 怎麼辦 這個禮物我想要自己拿怎麼辦 這禮物看起來也不賴 所以我故意問這種問題 讓大家都沒有辦法 我再給大家一個機會好了 好 這位長相清純的 來自耶魯大學的學生 宋小姐 神電 節省能源 對沒錯 你看我禮物 如果我咖手拿起來 我就知道禮物一定屬於他 不會屬於我 暗自流淚 沒錯 最後一位這個能源小精靈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 節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省下 如果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這個燒煤 或者是燃燒這個石油 去產生這個電 然後我就抗不浪噹 隨手的把它用掉了 比如說呢 這個房間裡沒人 我還是把這個燈打開 那根本就沒有使用到他的時候 他就自己跟孤獨的亮著 那其實呢 有一天 等到我沒有石油的時候 我會不會想起來 我過去多麼愚蠢 有嘛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什麼 去外面買東西啊 就是一整個亂買嘛 買到錢包都沒有錢了 就看到真的想買的時候 已經不能買了 所以呢 什麼省錢 其實就是什麼 幫你賺錢 然後去買你真的想要的東西 節能也是一樣 不該用的 不要用 等到真的需要的時候再用 其實才是什麼 最好的這個使用方式 對不對 所以你一旦省下來的那一度 其實就是創造了一度新的電 等你需要用的時候可以用 那怎麼節能呢 其實最近有很多國家 都開始在推這個政策 就是說大家開始 不要用這個舊的 艾迪森要哭了 不要用它 發明了這個 上百年的這個燈泡 因為它雖然呢 已經照亮我們很久 但是它的能源效率 沒有新的這個燈泡這麼好 所以呢 很多國家開始 進行這個淘汰白赤燈 然後希望大家改用這個神電燈泡 或LED燈的這個政策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 其實在台灣也有人裝 但是可能想法不太一樣 在國外很多地方裝這個雙層窗 因為有些地方很冷 那如果你開了暖氣之後 你的窗戶如果 假設我們通常開冷氣都知道嗎 像我們都會把門這個什麼關起來 對不對 但是假設你的門縫開很大 有沒有像我齒風很大的話 什麼就漏風嘛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關是等於沒有關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你當你在做這個節能的時候 其實你家裡的窗啊門啊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密封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另外呢 就是看到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人明顯沒有關門啦 他就是有一點問題啦 然後 沒有 但是這張照片還挺好看 所以我放它 那另外其實有很多人 當然大家家裡也會裝窗簾 可能想法也不太一樣 像剛剛講說台灣可能很多人 是為了隔音所以裝嘛 但其實它也有 同時有節能 有隔熱的效果 或是隔冷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多裝一個窗簾的時候 有沒有 那換衣服的時候不怕人家偷看 那當然也沒有人要看啦 那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如果說 其實這個窗簾 它多少也有什麼 遮蔽光線的這個功能 那也可以隔熱 有時候你冷氣開 怎麼都不會冷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 陽光太強 對不對 那之前我們有遇過 有廠商說 其實還有什麼 裝個血屋頂 也有用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就是 如果設計一個綠建築的話 其實也有這個 節能的功能 那最後一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 其實也不是最後 還有更多的這個節能的方法啦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常常看看你的電費帳單 好 大家有沒有認真看自己的電費帳單 大家記不記得自己上一期電費繳多少錢 這個沒有獎品啦 因為大部分都大人在看 沒有小孩看 好 有記得自己上一期電費繳多少錢的舉手 對 這位媽媽就在注意 對我有在注意 因為 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電費帳單長什麼樣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這個電費繳多少錢 那我要請問這位媽媽知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省電的話 台電會給你打多少折的電費 對 有啊 他 他都會跟說去年同一個時期 然後你用多少度 然後是大概多少巴 然後他會留給一個折扣 對 有得到20%左右還蠻多的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小朋友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詳選就可以請這位媽媽來跟大家講 可以省多少的電費 大家回去看自己的帳單 而且要非常的注意 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年的五月跟去年的五月相比 你用的電比較少的時候 不是說我少用 現在一度的兩塊多嘛 對不對 還有甚至有四塊的看時間 好一度兩塊錢 假設你省一度的話呢 他就只是少一塊嗎 並沒有喔 像剛才這位太太講的 這位女士講的一樣 就是說 其實他會再給你打一個折 所以你是多省了 不但省兩塊還省更多 所以大家要拼命省一度都是省啊 我發現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是欣喜若狂 每天在家裡想說 還有哪個插頭可以拔 還有哪個燈可以灌 因為只要省一度 就會打折啊 打九折對不對 這位先生有注意嗎 對不對 就是有人去操縱之後 只要省就賺九折 對你看我 像我就是這種人嘛 就是沒有啦 但是大家可以 在這裡面其實有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就是你怎麼樣把你的電省下來 你就可以換你的這個燈泡啊 對不對 換個節能燈泡沒有什麼嘛 然後又可以省電費 然後又可以什麼 被台電打折 你平常都已經覺得 他電怎麼 電費收你這麼多 他怎麼那麼浪費 他現在要打折 你還不趕快把這個錢要回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就是說呢 剛才講到很多國家 他都說 要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燈泡換 比較高能效的 所以呢 就有一家很著名的這個 顧問公司叫做麥肯熙 他就說 那各國如果來推這個 換燈泡的政策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核電廠了呢 沒錯 像比如說以日本來講 他現在有一個這個 當然這是他的這個 核能政策啦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 但是呢 其實他有一些這個 他也有這個換 把這個燈泡換成這個 LED燈的這個政策 推廣的這個政策 那如果他這樣子推了 大家都把這個燈泡換了以後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少蓋 或者是少用七座的核能發電廠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啦 如果 現在 我不知道也許有一些 有一些聽眾大家覺得 蓋核電廠沒有關係 那可是有些人覺得說 什麼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蓋核電廠 或是不要再用了 那通常說 不要用核電廠的人 都會被要用核電廠的人罵說 那怎麼樣 以後我們要用什麼雷神索爾 幫我們發電嘛 那你要怎麼辦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拿出這張錶 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來 把這個燈泡換成省電燈泡 那就有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介紹這個能源小精靈 是為了要讓大家知道說 有些事情是 可以靠自己來做 可以有解的 不用我們自己去蓋一個風力發電機 或自己去蓋 我有啦 我蓋過風力發電機 但不用自己去蓋風力發電機 不用自己去蓋太陽能場 你在家裡只要什麼 只要這樣 節能 沒錯 就是 關電燈 怎麼辦 你們都想要禮物嗎 可是這些要留給我 好 妹妹等一下來拿禮物 好 只要節能 就可以什麼 就可以 不需要蓋那麼多電廠 不管是核電廠 whatever 電廠 你不想要蓋的電廠 你就靠這個動作 就不用蓋了 對不對 所以那麼簡單 好 還有更多 比如說 少用水 我們剛剛講到 一早起來什麼 我們用水的時候 其實這個水 也是 這個用電 把這個馬達把水打上來的 對不對 所以少用水 其實也可以少用電 也可以少耗能 對不對 不要坐電梯多走樓梯 這跟我自己講的啦 蛤 這個電梯 對啊 這是一個電梯 是吧 好像是嗎 這好像一個門嗎 不是 是個電梯啦 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有這個 看起來就跟廁所一樣 對看起來就跟廁所一樣 可是廁所 剛剛講過啊 廁所如果省水的話 也可以接的嘛 對不對 所以放廁所照片 也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好 所以可是這重點在這裡 多走樓梯對不對 對健康也有益 但是也可以省電 或者是什麼 共乘嘛 對不對 大家一起搭個電梯這樣子 還有什麼 在這邊講到 先前我們 今年3月有辦一個這個論壇 那有一位先進就分享了 他家裡接的那個方法 他說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也還蠻簡單 尤其夏天快到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他說我等一下就要出門了 還有一個小時就出門了 那我做一件什麼事 就是關冷氣 其實 冷氣開著的時候 它很涼對不對 但是關了以後 是不是還有一段時間是涼的 所以等到我要出門之前 我是不是就 我已經知道 我接下來一個小時要出門了 我是不是就把冷氣先關掉 然後就讓他什麼 用這個余冷 就可以了 那等我出門的時候 其實裡面是熱的 我也不是很在意 或是有人 其實像現在很多人睡覺 都會調這個定時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冷氣就可以關掉 用它的余冷 也可以 省下非常多的電費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電 還有一件事情 這個您我都可以做到 就是這個 儲留箱 沒錯儲留箱 你看這麼帥氣 這麼帥氣的東西 怎麼不用呢 對不對 這麼便宜這麼帥氣 對 這位可愛小姐也有用 其實如果你從外面走到室內的時候 外面很熱對不對 你走得很急 然後一進來 第一件事急著開電扇 急著開冷氣 開到最強 因為我快熱死了 但是 其實你只要拿出這個什麼 扇子 扇一扇 熱是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在房間裡面 當然你還是可以開空調 但是 這個動作 可以讓你節省很多的電 就這樣子 而且還可以什麼 瘦手嘛對不對 你也有嗎 你也有嗎 你沒有 你沒有 好趕快去買 好 沒有我自己用手折一折也可以嗎 這個不錯啊 人手一把扇 大家都很帥氣又美麗 這樣不是很好嗎 多用身職能 好 這個 只是 這只是告訴大家說 沒有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創意 當然沒有強迫每個人都要買 因為我也沒有買這個扇子公司的股票 所以大家買不買也沒關係 但是這是一個參考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在生活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小事情 都可以節省能源的使用 而且並不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不方便 或者是更不舒服 對不對 還有就是我們去買這個新的電器用品的時候 其實台灣呢在這個能源局啊 他現在都有出這個節能的標章 告訴你說 哪一項這個 哪一項的這個設備相比 他的是比較有節能的 甚至他還有做這個比較細的能效標示 告訴你說 這個電冰箱跟同類的電冰箱來比呢 他算是比較耗能的呢 或者是比較節能的 那你可以自己來比較說 那我省下的電費 買一個貴一點的冰箱 是不是划算 是不是值得 甚至政府有做補貼 之前有做那個電冰箱補貼2000塊嗎 大家可以就是注意這類的這個資訊 那當然剛剛講啦 其實省水也是一個節能的好方法 那還有剛才講的綠建築標章 其實綠建築標章裡面 當然他有非常多的這個 非常多的考量 包含什麼健康啦 或者是有足夠的這個綠化 但是其實節能也是其中以上重要的這個指標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參考 多用綠建築 對自己也好 那當然善用這個節能的這個小精靈呢 其實也可以讓什麼 其他的小精靈傳口氣啊 別再用我了好累喔 對不對 晚點再用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更久 用得更好 然後對環境呢 也會造成比較小的這個影響 好 那哇 好險喔 我終於在兩個小時內講完 我好怕講不完 那今天呢 我們講的這一個內容呢 其實呢 大家如果覺得很有趣的話呢 其實更多內容在這些書裡面 那我知道這些事情也是因為這些書 不是因為什麼突然發夢到嘛 對不對 所以這書裡面都有寫 那當然可能就是小朋友這字有點多啊 小朋友可以慢慢讀 那或者是呢大朋友可以來借這些書 然後看一看 那裡面還有更多更多有趣的這個訊息 那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這個石油世紀 他講的完全就是這個石油的這個歷史 從過去到現在 那像比如說我們講 其實這個寫給地球人的這個能源史 他講的的確就是我們從歷史角度來出發 看大家怎麼使用能源 那能源大探所講的是比較新奇 像我們剛才講的新的這些再生能源 是怎麼樣被發現的 或他現在進展的情況怎麼樣 那還有藍色革命呢 他其實講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像我們剛才講的綠藻啊 或是這類更新更新的能源 或更新更新的這些 怎麼使用能源怎麼生產的概念 其實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在裡面 那當然今天這裡 我後來才補充就大家也可以再去看 就是那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他的這個裡面的那個Presenter 主角 以前美國的那個副總統高爾 他最近寫了一本驅動到未來 他寫的裡面當然有很多未來的事情 也包括能源 那有空也可以看 那最後這一個 這一本 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呢 當然因為我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但是我本人不是念經濟 那我是念環境的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它是從一個 可能比較環境的角度來想說 以前我們在念經濟的時候呢 我們常在想說經濟一定要成長 GDP一定要什麼 震2震3震4震5震6 但是也許在現在這個時候 剛好是最好的時候 我們面臨了環境的問題 然後面臨了未來要怎麼走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想要的以後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我們剛看了過去 我們怎麼樣走到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生活形態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以後我們像小朋友想要過怎麼樣的生活呢 或者是我們想要的是一直成長 成長個不停 然後我們把能源用光光的這樣的生活呢 或是我們停下來想想看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東西 或是會給我們帶來煩惱的東西 也許我們不需要它繼續的存在 那大家可以看看這本書也還蠻有趣的 那最後一本它是一本小說 其實它是三本小說 是一個日本小說 那它講的其實是一個貿易的故事 它講的是一個就是在二戰被俘虜的這個 一個參謀司令 那他後來回到日本去的時候 他進入了這個貿易的這個行業 那為什麼我介紹這一本書呢 其實它裡面也是在行思說 一個國家要 當然它的這個年代是一個國家要強盛 它就要成長的一個年代 但是它後面講到的是說 最後這個主角它意識到說 以日本來講 或是以台灣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國家要持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能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然後來它就參與了這個 中東去挖石油的一個 一個這個 它是一個商業活動 而是它就是一起去爭取說 它希望能夠爭取在中東挖石油權 當然這個可能比較是大朋友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 那我希望說 今天介紹這些書呢 當然都是跟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 有一點點或者是很多的關係 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讀讀看這樣子 那希望 當然我想大家可能會跟我 有不一樣的這個感覺 那今天我講就講到這邊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真的很高興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那個 其實我想要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講到電梯嘛 電梯其實有時候大家 如果要到很 比較長一點的樓層的話 就像說一樓到十一樓 你不可能從一樓爬到十一樓 那一個角度很帥很帥 所以其實 但是 我們不得不搭的時候 其實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做 就是 我們可以 看跟我共存的人 他們到哪一樓 然後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 如果說剛好他 他按了那個樓層 有在我們 調到那個樓層的附近的話 我進那個樓層我就不按了 然後 然後就是 他到那個樓層之後 然後我就剩下樓層自己用走 對其實這也是一個 我們大家掌聲鼓勵他 這個分享我覺得很不錯 其實這 對其實我剛才 像我們剛才講的一樣 就是說 我們大家呢 其實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創意 謝謝 那像比如說如果你在電梯裡面 有什麼遇到一個帥哥美女 剛好可以問他說 欸你到哪一樓啊 我們要節能 大家一起共存嘛對不對 其實這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很好的這個 大家有很多idea 都可以發揮 那現在講到電梯的話 我可以來分享 其實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過 電梯是往上升的時候 比較耗能 還是往下降的時候 比較耗能 大家都知道 好煩喔下課 對沒錯 其實電梯是在下降的時候 比較耗能 對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想就是說 欸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 像剛才這個先生講 其實你如果背一個很重的東西 你往上走的時候 其實是困難的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呢 大家不要害羞 就搭個電梯沒關係 因為如果你為了這個 背很重的東西呢 去走樓梯想節能 結果後來要去復健 就要花更多能量 這樣自己不太好 然後傷害自己的這個身體健康 其實也不好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有講說 在不要影響自己的這個 生活品質的情況之下 我們盡量的去做 那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這樣講你才會持續的做 如果今天呢 我們就規定說 因為要節能所以不開空調 我們大家快悶死了 大家想說以後再也不要來聽演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就再也不會發生 那但是問題是 所以如果我們開適量的 沒有人會覺得 襪輪的要死還要穿毛衣進來 可是也不會有人熱到昏倒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適度的使用這個能源 其實是這樣比較好 大以後還是會常常來什麼 聽演講對不對 這樣才有意思嘛 對不對 好 還有沒有人要這個問問題 或是要分享的都可以 我們還有禮物 喔 有個小朋友 好 我們穿藍色衣服的小帥哥要分享 好 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電 目前的科技是沒有要儲存 除了化學能之外 那其實說你 節能不節能 的話 應該是 加美多少 除非是上面 製造電能的人減少 還有節能 這樣才會有幫助吧 好 這個小朋友很有概念 怎麼辦 我有點害怕 一直流汗 好沒關係 我們剛才這個小朋友 他講的意思應該是說 就是說他覺得說 因為電 沒錯你的概念很正確 就是電發出來之後 如果沒有被用掉 就消失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電是即發即用的 是沒有錯 那所以呢 我們節能有沒有意義呢 其實還是有的 第一點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像 像剛才你也講到說 如果說我發電 發電廠發現大家不需要 這麼多電的時候 我不會蓋新的電廠 我也不會燒 比如說我本來有四部機器 一直在轉動 因為我要供給這麼多的電 對不對 但我後來發現 大家其實都節省能源了 我不需要這麼多 我不需要這麼多電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少開一台 機器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燒這個煤或是石油的速度 什麼 就減少了25% 就少了四分之一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你等於是把這個能量什麼 繼續留在這個地底 沒有去使用它 繼續留在這個海裡 沒有去使用它 等到你真的需要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使用 所以這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儲存的這個觀念 那當然比如說 我們剛才講到 我們身邊的這些 很多這個能源小精靈 其實我們身上 或者是我們的身邊 已經有很多很多儲能的裝置了 只是它目前的成本 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現在科學家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 生意人也在想說 我怎麼樣去把這個儲能的裝置 更便宜或者是 更有效率的這個來使用 這是一點 那另外剛才這個小朋友講 他講的都很深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報名 當下一個講者 就是其實呢 在這個剛才我們有看到 就是我們電力的需求 一直在這個 一直在增加的這個過程 對我 好我們來分享這個 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呢 剛好就打到那個題目 就是其實我本來講秀 就是早期的鋒利發電機 它都巨大不得了 哇塞 這裡面還可以什麼 讚人 現在鋒利發電機大型的 其實也是這樣啦 但是這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美國人 他這個自動自發 耗血又熱愛環境嘛 他就自己做了 他在他家旁邊 做一個鋒利發電機 我們現在都想說 他家怎麼那麼大 可以做一個 人這麼小 人這麼小喔 然後鋒利發電機這麼大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 哇有很多的機械設備 要人在這邊 那其實他的家旁邊呢 還因為這樣蓋了一個這個 這不是圖書館喔 這什麼電池館 也就是說呢 他在他家旁邊 另外放了400多個電池 就是因為 他發出來這個電 他要晚上才用嘛 可是如果白天有封 晚上沒封的話怎麼辦 所以他為了呢 要儲存這個電 當時的電池也是很大 很笨重 所以他就擺了400多個電池 他家旁邊 然後就是為了儲存這個能量 以後來使用 當然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電池的技術 可能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們可以儲存更多的電 像另外還有一個新的這個設備 我在這邊就 剛剛沒有提到 是燃料電池 其實他也是一種 什麼電池的儲能型態 那但是他儲存的方法是什麼呢 是他發了這個電之後 沒有要用到 那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個電 拿去產生氫氣 大家可能在國中的時候 那個理化都有教過嘛 氫氣 那個我們有沒有做一個 什麼電解水的實驗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用把這個電的 電極放到水裡面去 他是不是就會產生那個 什麼氫氣跟氧氣 對不對 但是同樣如果我們把氫氣 跟氧氣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做什麼 就會倒過來 變成會產生電 所以如果我有多的電 我也可以怎麼樣 先去產生很多氫氣存在那裡 也是一種儲存的形式 等到我要用的時候呢 我再來去把這個氫氣跟氧氣 放在一起 產生出電來 還有水 所以其實呢 像剛才小鵬講的是 如果我們有很好的這個 我們有很好的這個 儲能的這個設備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省電是會 是會很有意義的 那當然以現在來講的話呢 我們現在節能能夠做的 其實就是什麼 少燒一些煤炭啊 然後那個讓他們留在地底 最好以後也不要用到 然後也不需要用什麼核能發電 這樣子比較有爭議性的這個 發電方式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 這位先生 我想請教的一個問題 就是像 像丹麥他們那個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還有德國的太陽光跟的推動 都可以推動的那麼好 其實在台灣呢 有更好 比他們條件更好的 這個風囊跟太陽的條件 為什麼我們推不動 好 好 這個 謝謝 這個先生問到我背脊 全部流汗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 因為時間 就我現在看到剩下五分鐘 那我盡量的講 那如果說 有人就是急著要去約會 沒有關係 就往外移動 沒有關係 好 那講到這個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 剛好我們有做類似的計畫 我們做就是希望能夠 協助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 那 剛才之前問說 丹麥可以做得很好 然後德國可以做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不能 那 我覺得其實我們就從先前條件來看好了 丹麥其實他們 什麼時候開始推這個風力發電 其實是在1973年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石油危機 對 那 那個時候呢 其實丹麥政府就意識到說 如果他們一直依靠石油的話 並不一定是 當然油會挖完是一回事 第二個是他們自己 如果沒有那麼多石油 他們會被什麼中東控制 然後價格也被控制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等於是說什麼 30 40年前 他們就開始發展風力發電 那德國當然他是 2000年的時候開始大推 就是到目前他們那時候 2000年是推出這個 再生能源的這個 法獎勵的這個條例 所以到現在也推了十幾年 所以當然台灣的話呢 是差不多2009年開始推這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所以其實第一個是時間上面 當然我們已經比較晚了 所以大家不要心急 那我們每個人也可以幫忙 這個東西來推動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講到說 其實有一個 大家會講說自然條件的這個問題 大家覺得說台灣的這個太陽能很好 然後台灣的風能也很不錯 那其實呢 我們後來跟工研院就是 有的專家有做一些討論 那他們有講到說 大家可以再去看 其實工研院都有提供蠻多的 如果你要在屋頂射太陽能的話 他有一些這個太陽光照度的這個 資料可以給你參考 所以你家適不適合射 那台灣雖然大部分我們都覺得 哇熱要死太陽很大對不對 但其實台灣有一個 尤其是北部有個問題是 台灣常常下雨 所以其實雨天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太陽光 的這個光照 那所以像我們剛才講 以太陽能熱水器來講 比較受歡迎的 還是在什麼南部 比較多太陽的這個地區 那即便是在這個 太陽光電的這個板設置 的確也是像屏東有陽水中電 或者是這個通常是台中以南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台南嘉義這個地方 是比較多人 還有就是我們居住的這一個條件的問題 因為南部比較多透天錯嘛 比如說我今天要在我家 之前我們也有想說 我們家屋頂可不可以蓋一個 可是第一件事情要找的是誰 就是管委會 你必須要管委會所有人的統一 因為屋頂是大家共有的嘛 不是只有我家屋頂可以 所以這也會有相對的這個 就是跟 所以當我們在講這一個 就是再生能源的裝設 或者是任何一個東西的 這個科技的應用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會思考說 我們可以為什麼 別人可以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那這個思考的角度 變成是什麼 經濟社會跟什麼環境 都是我們要考慮的條件 那當然政府的政策 也應該要考慮這些東西 來幫助大家怎麼樣去推動 那以風力發電來講 因為我之前 有在風力發電開發公司工作 所以我們也遇過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大家 就是大家在聽我簡報完畢之後 就覺得風力發電還蠻不錯的嘛 為什麼我們不推 那但是其實有一些居民 他們住在海邊 他們住在風力發電機的旁邊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考量 他們並不喜歡 住在風力發電機的旁邊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尊重他 我們也應該要 就是不管他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住在那附近 像我們做這些風力發電的開發的時候 也是要做環境想評估 那裡面包含了環境經濟 也包含了社會 也就是說旁邊的居民會不會 因為也許他是主觀 他覺得他不喜歡 那這時候我們也必須要尊重他 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希望不要影響到他的生活 所以台灣的地理條件上面 的確是 尤其是路上風力發電 他也是有他的限制 那現在台灣其實滿積極希望能夠推離岸 那離岸的問題是在於 第一個是說可能目前 其實在國外也算有大型的海上風場 但是很多施工的這些工法 也還是在嘗試當中 那另外一個就是漁業權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在路上開發 可能會需要跟這個居民來溝通 在海上開發的話可能是要跟環保團體 跟漁民做很好的溝通 那我覺得這些 這些程序都是必要的 沒有誰說我一定要趕快推再生能源 所以那些居民就不重要 而是說互相尊重 但是這些都需要時間 所以像比如說我們看丹麥或德國的時候 有時候時間問題也要考慮 既然我們已經遲了 那我們雖然想加緊腳步 但是該做的事情 我們都還是要一步步去做 那當然我覺得政府是可以更積極一點 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來看的話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考慮的就是可能 政府是方方面面都要去想 對好 那好今天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那當然如果大家還有後續的問題或想法的話 也歡迎就是來找我這樣子都沒問題 那也真的再次非常謝謝大家來 真的很感謝大家來聽這個演講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